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剛宣布了 有意打復必泰疫苗的市民 最遲必須在8月底預約打了第一針疫苗 才可以及時接種兩劑疫苗 第二宗消息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 今天提倡 要禁止從日本進口食物到香港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到底聶德權和陳肇始 剛才說了什麼 聶德權提到 打復必泰疫苗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只會營運到九月底 所以 想打復必泰疫苗的市民 就必須預約好在8月底之前打了第一針 才可以及時 打齊兩針 他還說 每天打疫苗的名額是有限的 呼籲市民要盡快預約 否則 就可能會出現疫苗過了保存期 而需要報廢的情況 同時 有些市民可能就會在 後期的時候 一窩蜂地預約接種疫苗 而出現未能及時打針的情況 至於 疫苗接種中心停止運作之後 當局仍然會透過 醫管局的普通科門診 以及私家醫生 繼續為市民接種科興疫苗 換言之 去到九月底 當疫苗接種中心全線收皮之後 市民基本上就沒有選擇 只能選擇 打科興 或者是不打的 因為沒有復必泰的 有記者就質疑 究竟這樣搞法 是不是想藉著這個時間來去催谷市民 打復必泰疫苗呢 聶德權就解釋了 說這個復必泰疫苗是有接種期限的 儲存也有局限 在抵抗之後只能夠保存三到四個月 在解凍之後只能夠保存五日 考慮過種種因素之後 就決定所有疫苗接種中心 運作到九月底 他就說不希望 市民認為特區政府是有一個確實的接種目標數字 當局就希望控制到疫情 全面回復正常的生活 這個就是他的說法 但是 當有些市民聽到 去到九月之後得回科興 那就當然會催谷到一群 他現在已經是猶疑當中 十五十六 不知道打好還是不打好的人 就走去落實 預約打復必泰 因為你有期限 你都說明九月底就收檔了 其實到了這些疫苗接種中心收檔之後 我就相信 打疫苗的情況 肯定就不會有現在那麼熱烈 因為你的中心又關了門 只是被門診和私家醫生幫忙打 而且就剩下一隻科興 給人選擇 本身科興在現在這個情況來說 只是打第一針 不要計第二針 只是說第一針的預約情況 也是很頑皮 跑輸了給復必泰 所以當市民不能再打復必泰 得回科興那段時間 至於在新一款的疫苗抵達香港之前 分分鐘就會陷入了一個叫做疫苗的 接種低潮期 到時有多少人打呢 因為他只有科興可以選擇 剛才陳肇始局長就提到 說按照同國家藥廠的協議 今年的疫苗接種計劃 是可以持續進行的 目前是有足夠的疫苗供應 相信今年就不會有第三款的疫苗抵達香港 包括了就是阿斯利康疫苗 以免在全球的短缺下造成浪費 至於下一輪的接種計劃 疫苗對於變異病毒的保護力 將會是特區政府採購和認可疫苗的重要考慮 會要求藥廠提供下一代疫苗的數據 而本港的疫苗接種進度 教全球多個高收入的國家和地區 就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陳肇始說擔心 當外地放寬入境限制的時候 香港仍然處於低的接種率 就未能夠受惠於放寬 他就呼籲市民要盡快接種疫苗 其實陳肇始的這個說法 就會引申出有幾個問題 第一 就是外國是否 開放香港的旅客入境 這個就不單純看香港的疫苗接種率那麼簡單 而是要看看目標國家 在當地的疫情是控制成怎樣 如果有些國家根本上打疫苗又慢 控制得又差 特區政府自然就會當作高風險地區 就算有些市民是不害怕的 他照去可也 問題就是 當他回到香港的時候 他是需要被隔離的 如果高風險地區就要隔21天 中風險也要隔14天 那就糟了 他怎麼去旅行 就算說從低風險的地區入境 都說要隔7天 到其時 如果特區政府仍然是不放寬這個措施的時候 就算開通旅遊 能夠有這樣的成本 去出發的旅客也不是很多 因為一般的打工仔女 會有多少年假 他去又玩幾天 回來又隔幾天 那就是來回兩個星期 就算去到當地 不用隔離也要兩個星期 去玩7天 然後又低風險地區隔7天 市民 特區政府經常把旅遊業的開通 掛在嘴邊 作為一個誘因吸引市民去打針 哪有說服力呢 好了 特區政府經常說 跟某些國家在談旅遊氣泡 其實現在來來去去 真的談好了 只有新加坡 至於還有哪些其他國家 特區政府是有去接客的呢 到底可不可以給這個名單出來 給市民參考一下 不需要那麼修修埋埋 是不是很神秘嗎 如果談得成的 你遲早也要公佈了 談不成就由得他拉倒 但是你不需要那麼神秘 不讓市民知道 你不讓市民知道的時候 來來去去 只有新加坡有旅遊氣泡 你怎麼吸引得到市民去打針呢 林鄭經常說要提供誘因 林鄭經常說 你的誘因很明顯就是不夠大 你經常說防武廢本身這件事已經是誘因 怎會是誘因呢 有些市民不想打 不想打的原因很簡單 第一 他跟特區政府之間失去了互信 第二 就是他認為打針的風險是大過中武廢的 他自然就不打的 因為有些人的想法 他實際上就是認為 中武廢也未必死的 但是打針可能就會有一些嚴重的副作用 或者是不適的感覺 他自然就不去搏 這個你也要理解 有部分的市民真的這麼想 如果沒有人敢想 你的接種率就不會只有9% 一成人都不夠 是說16歲或者以上的人 已經是排除了那些不打針的 再加上就是 經常說旅遊氣泡 或者以開通的旅遊業 作為一個誘因去吸引市民打針 但是有部分國家他擺明 就是未曾承認科興 現在香港偏偏就是有幫人打了科興 在外國的眼中 他要計香港疫苗接種率的時候 他會不會計算科興下去呢 還有一件事就是 究竟哪些國家承認哪一款的疫苗 都是市民其中一個考慮因素 比如說有些人他只是想去日本 他可能就會選服必泰多一點 因為復必泰現在已經是獲得了日本的承認 但是如果他要去日本又打科興 分分鐘到期時 日本都未必認賬 而且究竟什麼時候才能夠 談得到那些旅遊氣泡 甚至乎是可以開通的旅遊業 如果說短期之內 市民接種的誘因肯定就大一點 起碼在這支針的 期限之內 就已經可以先去一次 至少 如果不是的 也不知道談到什麼時候 沒有什麼消息 沒有什麼聲音 分分鐘可能是一年 或者兩年之後 喂 看來的那支針 也未必頂得那麼久 是不是 其實現在沒有人去提及的 究竟打完針之後 這些針可以是 耗耗多久呢 是不是有效期 沒有人說的 一年 兩年 你流感針 只是一年而已 這個武肺針 可以頂多久呢 那你也要多說一些消息給市民聽 你要催谷疫苗接種率 你就要更多的資訊 不是一邊說幾句 那些人就去打嗎 真是 好了 另外 我們說說民建聯 有位立法會議員 就是漁龍界的 何俊賢 他說 日本 將福島核電廠的 核廢水 經過稀釋之後排放出大海 他就強烈譴責和反對日本當局的做法 他就關注特區政府會不會全面禁止日本的食品進口 他就要求特區政府要對日本的做法表達出強硬的立場 另一名民建聯的進出口界黃定光 又稱丈哥 常睡覺那位 他就說 政府應該更加主動反問政府是不是怕了美國 那麼實情為什麼會有這個建議呢 簡直就是莫名其妙的 昨天眾新聞有一宗報導出來的 就說發現中國現存的49座核電機組 同樣都有把核廢水倒進大海 跟香港最接近的大瓦灣核電站 那個放射性物質村 的排放上限 就是比日本福島的排放標準高出十倍的 喂 如果人家都稀息了 人家的上限就沒有你那麼高的 你說反對人家排放出海 那你會不會反對大瓦灣呢 不會的嘛 因為這個已經是操作了那麼多年了 好了 現在就說要全面禁止 日本的食品進口香港 按照何俊賢議員的邏輯 今天起不是連大陸那些你都應該說要禁止嗎 喂 這件事情不行啊 所以難怪為什麼大陸的田飛龍 他會評論香港有些建制派人士就是忠誠的廢物 喂 你說建議出來的時候 麻煩也要考慮清楚才說 這些建議添煩添亂兼擾民 市民一定是不喜歡的 當然有些人他就是反日反美什麼都反一餐的 但是普遍來說 很多香港市民都喜歡吃日本的生果 零食或者是海鮮 很受歡迎的 比如說有些高級的壽司店 標榜說那些食材都是從日本直送的 那些就是海鮮來的 生物來的 喂 那你這個建議不是起不是叫那些店舖全部收檔 那你是不是令到市民更加之是反感 有沒有這樣的必要 提出這些建議不是為了表中而說的 你就要視乎有沒有實際需要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